那么今年5月份你是在北京就是成立了第一家针对什么国内孩子的这个基金会 你觉得现在就是中国这种孩子这个音乐教育还存在哪些问题 首先实际国内的这个基础教育实际是非常可以说是在全球上来讲是比较领先的 因为我们整个都比较重视这个普及的教育 那么我们10年前在美国成立的时候主要是面对很多这个 包括像纽约它虽然是一个大都市 但是有很多地区它都根本就没有音乐课 尤其是公公立学校 我们是希望的把这个就是音乐课呀 能传播到每一个学校 管的是在这个好的区域或者是在不太理想的区域 它都能让这个孩子们有权利免费的享受音乐 那么国内呢我是5月份刚刚的这个作为这个6月日童节的这个礼物 捐了三个学校在北京的丰台区 在我的这个当时刚来北京的时候住在这个这个区 那么国内呢实际上来讲 整体要比美国的就是音乐的这个整体的普及教育做的要更更好一些 那么国内主要是就是说我们看看能不能用更形象的方法 让孩子们更快乐的去学习音乐 能让他这个从快乐中感受到音乐能实际能帮助他们人生 并不是说它是一个就是死记硬背的东西 不是一个硬性的指标 而是一个真正能让他们展开心怀 这个拥抱世界 你去年差不多开通了这个自己的这个自媒体来教授这个古典音乐 并且每个周就是发送这个自媒体的视频 就是教孩子们怎么样弹琴 那么你觉得就是针对于古典就是传统的音乐教育 这种自媒体的音乐教育在古典音乐方面有什么优势 我觉得所有的这个就是自媒体来讲 如果是能传播好的话都很有用 因为他首先是很很便捷 另外呢就是他的手中面会很大 然后呢另外呢就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语 比较这个让人感觉很容易理解的这样的一种语言来传播 而且时间也不用太长 一两分钟效果特别好 因为很多人认为古典艺术 它是一种呆板的或者是一种古板的 实际古典音乐是非常非常带有热情的 它是带有温度的 它带有灵魂的 今年是你的本命年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有什么打算跟计划 跟新的计划 我觉得本命年完今年就是还是 首先呢就是要这个把银会谈好 这是首要首要任务 把这个这个专业水平整理再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然后另外就是把这个 今年把这个学校多多捐点学校 然后今年我们不管是在国外还在国内 都有着一个很大的一个目标 几十所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所以希望能做成 然后另外我正在马上录我的新的专辑 这也等了一年半了 终于开始开工了 所以挺兴奋的 很期待 谢谢